這是늘的隊員比較挑人 就是要喜歡這種風格的人才會喜歡 你如果不喜歡這種風格的人就可以配扯她 對像我是這個風格的人 她就是寫我的名字 而且圈圈也是跟我一樣風格的差不多 所以她在拍照一唱 我就說 妳的唱 而且它是有口袋的 它是棉質的 所以我們厚度我覺得不算太厚 比較像是春天秋天的厚度 所以你裡面那一盡量不要穿深色 你穿淺色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直接單穿的 然後是天空水藍色的感覺 像要講那個iPhone十下顏色 霧霾藍是不是 霧霾藍是不是 我會不會用iPhone啊 我電腦都用那個Apple的 但手機我就不會用iPhone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iPhone就是iPhone不好用 應該是不習慣的關係 可是其他 可能因為我第一支智慧型手機就是Android 但是我電腦都用Apple 所以資料每次很麻煩 電腦不是更難懂嗎 比手機更難懂 因為電腦你從小就用 不會啊我也不知道 對啊 可能很早就開始用Apple 然後這邊有一個口袋 大口袋 然後兩側的話也有口袋 大口袋 對兩側有口袋 那我們先後退一下給大家看一下沒有綁帶的樣子 沒有綁帶就是鬆鬆的 鬆鬆的 然後兩側下白有開叉 那它的開叉是帶一點圓弧型的 圓弧型的 然後它有附一條綁帶 對先綁一下給大家看 我介紹 覺得大家今天很認真看直播 對啊 欸我介紹那麼認真大家也要認真買喔 哈哈哈哈哈哈 五倍券用起來 五倍券用起來 用起來用起來 然後一樣就先把自己綁到要勒死的狀態 再調整 再調整 因為它的裙幅比較寬 所以你需要調一個比較 稍微把那個皺褶都分散開來的樣子 綁起來是不是這樣感覺 看來也蠻好看的 嗯 感覺要戴一個大個帽子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我自己官網是這樣搭 然後我自己個人覺得這樣非常好看 就是搭我的背心 小背心好可愛 對啊小背心可以買 但是小背心 小背心它是有混揚帽的 所以因為小背心本來是拿外搭用的啦 所以 敏感肌應該是還好 吧 對吧 趕快拉出來 哈哈哈哈 拿那麼快 拉 兜兜來了 然後我們搭配一下 然後我們搭配一下 還是你拿這個 你比較開 因為我覺得把這個把它搭配 對 然後把這個 腳放開 然後 然後 久之不能不久 然後姐姐等我 那我腳還沒有 那結束 我的狗現在在下面 舔我的腳 好 你看加小背心 它小背心超可愛的 比例會變得 就是我跟剛剛那一套完全 就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沒有到完全不一樣 就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很可愛 就更文青了一點 是不是 這套我真的覺得 啊 我的名字 你可以看 哈哈哈哈 然後它的背心就是 官網我有敘述 我就說 因為它只有第一顆扣子 下面是沒有扣子 嗯 所以它搭這種 有寬度的one piece 也是沒有問題 對 它不會直接綁 對 因為其實下面有扣子的 背心 它有限制 或者是縮口 就是完全沒有扣子 然後下擺是縮口的背心 你它搭這種 於是它搭這種洋裝 也是在寬度上 會有限制 就是它容易把那個洋裝 弄得這樣皺皺的 但是因為 這一件 下面的完全是 沒有限制 所以你就是搭這種寬 寬板的洋裝也很合理 replay 對啊 你的襯衫衣下寬不要太超過這個太多 因為你太多的話這邊會有一坨 像現在這個襯衫雖然洋裝也是寬秀的 但是它就差不多這個衣寬是差不多剛好 所以如果你只要襯衫是跟背心的衣寬差不多剛好的話 你都可以搭 沒錯 好,最後一套囉 好,轉圈囉 好可愛喔 你看它是不是射起來我的名字啊 真的